各位详亲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讲一讲名著里的稀罕事 因为前几期给大家讲的《红楼梦》啊什么的 一些解码的钥匙啊 这些线索 就是这些书里边 它经常会藏一些叫暗线 就是一些引子一类的东西 你如果把它解开了 它你能串下很多很多的东西 比方说我们讲的《红楼梦》里 第41回妙玉呢 显摆它的这个茶具 把它各种各样茶具拿出来 给了薛宝钗一个茶具 上面写着那个葫芦啊 一个葫芦茶具 上面就是写着王凯真王 我们知道了王凯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安乐王的意思啊 安乐道安乐王的意思 然后呢 他呢下边住了 又一行小字 宋元丰五年四月 梅山苏氏 鉴于密府 给大家讲了 这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这个元丰五年啊 是苏东坡 创作这个前赤壁妇和后赤壁妇啊 和这个念奴交赤壁怀骨 骨呢就是葫芦啊 就是这个薛宝钗这个 这个酒这个茶具的那个形状啊 骨一般都是 说骨啊 就指的是盘骨 开田辟地之时 盘骨那个代臣 十月十六 然后呢 元丰五年 也是苏东坡呢 真正他那个东坡居士 他那个在东坡啊 没有去瞻仰这个 也没也没见东坡在哪啊 但是赤壁也没去 就这个东坡啊 这个密府的意思 就是东壁兴的意思啊 就是壁 他指的这个赤壁 这是天上图书府 人间汉莫林 就是东府啊 也叫东壁兴 要壁朽 是朽啊 被称为定二十八朽里的这个定兴 就是盖房子用的啊 给大家讲了 也是四七啊 一零一啊 就是这个一四七一零啊 就三春之门的这个高阳之门 因为这耶稣为什么是高阳呢 高阳白阳座啊 就是这个春分啊 就春分啊 一月啊 就可以说是一月嘛 十二公里的这个十二星座的第一个 一四七一零啊 这就是形成一个门 二五八一一 形成一个门 三六九一二啊 又形成一个门啊 一个圆周 分成三个三个正方形啊 就是三四的那个由来 这这些东西呢 他都有他的特殊的这个含义啊 他会这小短短一段话呀 对应了很多这个历史的这个事实啊 和反映出来真正的作者是谁啊 作者我们讲就是这恐龙梦 其实是这个苏东坡写的这个 僧元泽传的这个阔写 他基石基础 就是这个三生石 三生石呢 在现在杭州灵印寺外啊 中天竹 还有还在那儿 他是杭州灵印这个地儿啊 是一系列的这个 你像水浒传啊 在那儿都有明确的那些 一些典故发生在那儿 包括你看 鲁日深在那儿 这个元寂啊 然后这个 武松和林冲啊 因为那个地儿被称为武林 杭州武林啊 武林为什么叫武林呢 你要知道 你看六合坛 那个 鲁日深元寂之后啊 俩人都在 还有两位都也忠老在那儿 那谁呢 就是林冲和 和武松 你看武松 林冲 这俩就和什么 和武林 但为什么叫武林呢 他是为了避会 这个地儿之前叫虎林 虎林呢 后来为了避谁啊 避唐景帝 李虎的会 为了避会 改名成武林 后来相传下来了 这就他的含义啊 为了避会啊 我英文知道 那古代的皇帝啊 因为唐朝呢 唐朝这个国名 他就起源于这个唐景帝啊 景帝当然是追 叫追尊为景帝啊 因为李渊建 李渊是这个李虎的这个孙子吧 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他呢 建立他大唐朝之后啊 往上这个追尊 就是这个 唐追尊为景帝 景帝离虎 所以为了 因为这个虎林改名为武林 随到大秦景教碑上啊 大家知道 现在的西安啊 除了这个 你要去那个 陕西省的碑林博物馆 你看那个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时候 他那个 因为他那个那个碑册呀 那个那块碑在进展馆的 一号馆的这个建门第一块碑 他一个玻璃罩子罩着 挨着墙你看不见 他其实呢 现在外边有复制品啊 陕西西安应该有 起码好像有至少有一处地方放了这个复制品 复制的那个石碑 你还可以看得见 他上面就有一个什么叫这个 这个咸丰几位啊 咸丰几位啊 咸丰几位年 有一个武林的韩太华 在这个碑上啊 刻了一四十七个字 他叫后啊 一千七十九年 武林咸丰几位 武林韩太华啊 来官啊 兴字画完整 重造碑亭辅焉 西固有无子必方博 不及同有也为怅然久之 这什么意思啊 第一个 1079 1079 就是井教这个元树 这个韩太华 叫他这个书斋 这是一个藏书家 也是一个考古家 也是个云游四方啊 这也是个井门中人 他刻这个四十七个字 就是解码这个井教碑的 这1079 知道这个时间呀 我们叫时光时光 时光时光从哪来的呢 时间啊 就是光速在一小时 光啊 在一小时内走过的路 大家可以知道 是107900万大约吧 约数啊 公里 然后1079 他也对应 他这个数啊 循环相加啊 得这个 也是得这1016 然后他也是1970 一切的这个数 他也有1709 这几个数翻来倒去啊 最重要的数 时光时光 他有精确的这个含义 但是也就是说呀 这武林韩太华 这个这个人啊 他就是 他的这个书斋啊 叫做无事为福斋 无事为福什么意思呢 就是贤呢 叫贤 贤是怎么想 叫门中木啊 就是木门 就是他一切 都是有关联的啊 就这些 这就是这个 这武林 韩太华 就这个意思了啊 大家其实叫 你知道武林哪来的呢 一个五 我跟大家讲过 五就是那个 就是足印的意思 就是这个神的足印的意思 就跟大家讲过 那个大脚印在哪 虎呢 就是银肃 就是那个猎狐座 那个大脚印啊 在武林区内 武林区内一带 他这是人类文明 所有宗教 最后都要归结到那个地方 你要找到这个地方 这是人类的这个由来 人类这个源头 古人写这个 大献锦条碑啊 过几天呢 我会安排其他人讲一讲 就其他人讲一讲 因为我呢 不喜欢这个出头露面 因为那个东西是要做演示的啊 我会安排其他的朋友 这个同道中人啊 给同门中人 给大家讲一讲 大家明白 这个武林知道什么意思了啊 知道武林是什么意思了啊 然后为什么武松 林冲都在六合塔 都在六合塔 这个中老啊 就和他俩和武林 大家知道 为什么这林冲呢 大家知道是这个偏瘫了啊 中风了 不能走路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什么要 还要说到 这个这个水谷传写这个书啊 他也是大有 大有深意 林冲啊 叫持刀误入白虎结堂 被高求所陷害 但是呢 白虎呢 就是要冲了这个离虎 你持刀误入脚踏入了 但是刀还估计还没拔起来 还被这个高求就 派的兵就给抓住了 但是呢 他冲了 咱们讲这个 他其实有隐含什么意思啊 你冲了这个 你虎了啊 冲了这个虎了 但是你持刀误入 白虎结堂啊 那没办法 那就是风瘫 就不能走路了 但林冲呢 林冲呢 这叫是景阳刚打虎 那用的是胳膊啊 用的是拳头 这个最后林冲的下场什么 被这个方辣的兄弟啊 谁啊 就是把胳膊给砍掉了吧 砍掉一个胳膊 这都叫避会的意思啊 会的就是这个 你要这个帝王啊 或者什么的 咱们叫神啊 或者什么的 这叫你要明啊 你要避开啊 要避开啊 这个这个 这不能冲 就是林冲就是冲了 武松呢 武松呢 什么意思啊 武松 武松呢 叫十八公 我跟大家讲过什么意思了啊 这个孙悟空在西游记里 学了七十二变化 给大家变来变去变着玩 但是一变到松树 这个师父菩提老祖就急了 啊 说你这家伙真是吃饱撑的 这教你的本事 你就你就拿拿去拿去现卖 现卖啊 炫耀 给我走啊 世门不留你 并且这个以后走到哪 不要提世门半个字啊 提到了我就知道 把你错骨扬灰 弄得久悠之下 勇士不得超胜 这些都是他的十八公 这些都是他的这个含义啊 给大家今天讲了 这些书里 为什么武松打井阳刚打虎啊 尤其你那井阳刚打虎 是什么概念 是吧 你躺井立立虎啊 你井阳刚打虎 最后林冲就胳膊就掉了 然后这个林冲呢 就是这个悟入啊 悟入脚踏入白虎街堂 最后就丰摊 这俩呢 最后就归到这个武林 归到俩 一个姓武 一个姓林 合到那个地方 然后鲁智深就在那原济了 这些一系列的东西 他都有他的这个讲究啊 我就给大家讲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个是写这些书呢 他都是传道之作啊 都是上帝的启示 上天的启示 天使先知的启示 大家是为了给今天的人 留个念想 留个印证 留个信证啊 不是光让你听这个故事啊 就是一个 尽管这个故事挺有意思啊 但是他一定有他的这个含义啊 有他的含义 咱是今天孩子还是继续在给大家讲这个 可能时间还是不会太短 因为这个事一说就长 咱们继续会孩子说到这个 这个意思啊 给大家证明一下 就是这个线索啊 比方说今天讲西游记啊 因为跟你马上很快要到的一些事有关系 要给大家做个提示 你看西游记啊 他就说这个西游记取经这个源头是怎么一事呢 源头啊 为什么要取经呢 就是因为 这个长安城啊 有这个渔夫 渔乔二人 一个大渔的一个乔夫 渔夫呢 叫做张烧 大柴呢 叫做李定 大柴呢 我们叫李定 大柴呢 叫木子嘛 我叫李定啊 渔夫叫做张 这个叫张烧啊 这个张烧什么 是长弓啊 长弓为巨 就是大巨 巨大的意思啊 给大家讲过巨鹿什么意思了吗 这个公是巨的本字 他都有他的这个讲究啊 就这俩呢 就是好朋友 那也是世外高人啊 就是俩就是互相吹捧啊 互相炫耀自己的这个职业 大于这个什么 最后吵起来了 有点彼此气不吭了 然后这个 这个李定呢 就说这个张烧啊 你这家伙 你这在在 我不管怎么着 我在山上脚踏实地啊 你这个 你在这个 在在在河上水面上 一不小心 这个翻船落水啊 然后这个 然后张烧就不就不同意 不会的 我这个不用担心啊 为啥呢 因为他给这个 他每天啊 给这个长安城里 有个卖卦的啊 就算卦的 叫袁守成 明说了吧 书里说的很明白 袁天刚的这个叔叔 你想啊 写推背图的呀 袁天刚的这个叔叔 袁天刚的叔叔 袁守成呢 他每天给袁守成 送一尾金鱼 袁守成呢 就给他算卦 指出了 你在哪 哪个时辰 在哪下网 在哪抛钩 肯定就满满的收获 所以这个张烧说 我不怕啊 我每天就干这活行 我他不会到处去乱转 辛辛苦苦的 出意外的是吧 小日子过得可滋润了 然后就被草 草坑里 这个虾兵蟹将 听去了 就敬和龙王的这个手下 回家给龙王一说 这家不行啊 这小子每天算算卦 龙子龙孙啊 水族子孙都都算到了 这不行 然后龙王就去 就去捣乱嘛 哎 捣乱就是说 两人打赌 说你这个 龙王意思就是说 你算算我 这个 这个下雨的问题啊 什么时候下雨 下多少 你要说算准了 意思意思 我就给你挂金 你要算不准 我就砸了你的摊 他因为什么 因为龙王是管下雨的嘛 叫我们讲过五红经啊 就是这个东南天上 有这个 有背星出现 长一丈 如龙之巷啊 跟这个巨峰的这个关系 然后这个 结果呢 这个袁守成呢 就给他算了一挂 说了告诉他了啊 就是什么时候下雨 什么时候几点几分下啊 几时行云 几时不雨 几时打雷 几点 下多少 下几点几分啊 什么时候这个 云收雨注啊 挺雨 龙王还不信啊 新话这个老子就是管下雨的 你他妈的算算个啥呀 结果回去之后啊 玉帝的这个旨意来了 解开圣旨一看啊 就是跟袁守成算的 这个一点都不错 龙王就昏飞魄散 世间还有这样的人 就是预言实事啊 叫预言天意 明白吧 这叫预言天意啊 就是自然界这个下雨 我们讲过圣经里的故事了吧 圣经里的约伯记 就是这个谁是谁啊 下雨啊 什么这个云彩呀 什么这些一切东西啊 都他记得都讲 都是自然法则啊 都是宇宙 宇宙间的这个原力 自有这个 这个拥有的 就是这样一个东西 他就是天意啊 你这袁守成算卦 就能算出来 我跟大家问什么 永远有数 有天下有数 一推就 一推就准了 什么事 什么事都一样 都能算出来 结果呢 虾兵卸将出主意 说算了 你那个打赌 咱也别输啊 就是这个 少下点啊 少下几分 然后那个 时辰往后挪一挪 结果呢 好 预递指一来了 这家不行 犯了天条 大家明白了吗 犯了叫定数 一切都是定数 算出来的东西 它就是定数 既然它给写上 既然解开 就是这叫定数 一定会实现 就是中共今年一定亡 就是因为就是这些事啊 你说来说去 还是那个道理 给他讲来讲去 就这个意思 然后呢 要杀 要绑到南天门 要杀 但是这个龙王就求这个袁守成啊 说他家你得救我一命啊 袁守成说 我都知道谁去杀你啊 就是这个任曹官魏征 魏征去杀你 所以你要去求这个唐太宗啊 把他留住 别让他去这南天门杀你 这个靖和龙啊 必定也是龙啊 是吧 这个唐太宗也是人间龙啊 就是就求他 唐太宗一口答应了 就把魏征叫来 这个下棋 不让他走 结果呢 魏征就睡着了 下棋睡着了 太宗也没经验呢 也不知道这睡着了 就是魂走了 也没也没舍不得叫醒啊 结果呢 一会儿功夫 这个魏征提着见上南天门 把靖和龙的头砍掉了 这个靖和龙头掉在石子街上 这个秦书宝 什么玉尺宫啊 什么拎了龙头进来了 太宗一看 哇傻眼了 真的妈的 真是把那亏了 结果老龙啊 就闹事儿吧 就后来告他啊 结果就告他失信 就失信于龙啊 就就就结果呢 这个老龙头他也不算 他失信于这个上帝 也是法则呀 是吧 该杀的 你不能说埋怨 太宗失信于你呀 这叫定数啊 结果呢 把太宗弄到地府去了 弄到这个地府呢 这个时候呢 这个太宗肯定是吓坏了 你想想 人家要死了嘛 这个魏正人就说 哎呀 这个 这个皇帝啊 意思这个 别害怕 我呢给你安排 在地府咱有人 有关系 谁呢 崔判官 叫崔爵 这个爵呢 大家知道那个字啊 就个玉字旁啊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字 这个一本意 两块玉合在一起 叫崔爵 所以这个魏正人说 好 我给你写封信 你找他 他给你安排 结果去地府 见到崔爵了 崔爵呢 暗中 暗中的给给给做手脚了 他把这个 二十年了嘛 他把这个杨寿 其实杨寿到了啊 他就是为老龙王告状啊 只是一个阴由 但他有人有定数到了 因为定数呢 他一定要实际的事来实现 就这个意思 大家不要说坐着不动 我说过来倒了 坐着不动 过来他就倒了 不是那个样子啊 就是大家知道定数 你之前推他多少次 推不倒他 但今年你推 他就倒 但是你必须得推他 必须得干他啊 我们定契约也好 这个上街啊 上街 发起这个 我们叫十一啊 十月一 到十月七号 发起这个 全民威权州啊 和全民共振 一切的行动呢 最后形成共振 各个阶层 以各种方式形成共振 这个时候呢 中共他就能把他振倒 这就叫定数 你之前不行 就这个意思 他不是说 就说意思 就说像这个 唐太东的这个寿命 本身就二十年了 杨州二十年定数 但是呢 这个还要老龙啊 去告他啊 把他这个 把他活儿拘过来 但是这个崔判官呢 就给改了 上文 这个改成了 二十年呢 改成这个 改成这个 改成什么 对 十三年啊 对十三年 他应该十三年的时候 给他改成了 这个二十三 二十三呢 意思就是这个 这个还有 还有二十 还有还有 还有这个 还有 十三二十啊 杨寿啊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 什么 这个你还可以回去了 意思就还杨了 就是这个 崔判官干事 他今天特意讲 为什么要崔判官 你知道这个殷死啊 殷死里啊 这个殷服 这个殷曹地府里啊 四大判官 其他三个判官都没名 只有这个崔绝 崔绝有名 崔绝真是他 太宗争冠年间的 这个大臣 也不是大臣了 他是个小县令 叫长子 路州啊 长子县令 长子就是长子的意思嘛 那在这给大家讲 那为什么他呢 因为他被封为 这个慈州都土地 他说慈州 慈州就是哪 慈州给大家讲过 这个又说到红萌了 包括水浒传里啊 水浒传一开篇 他那个鸭鸭屯的诗啊 就是叫这个 这个王维写的啊 早朝 和贾之社人 大明宫之作 因为唐朝这个 整个这个中心啊 唐朝的政治中心 就是大明宫 大明宫呢 就是这个影射的 这个 大明宫 命名那年 大明宫之前叫做 永安宫 这改天要跟大家讲 为什么啊 大明宫这个后来 就是警教入华那年 就甄冠九年 改名了唐高祖 李渊死了 然后太宗呢 就把这个永安宫 改成了大明宫 从此之后呢 一直到唐朝结束 他都是这个唐朝政治的中心 上朝 现在是上朝 上朝这个惯例 大朝小朝 朝会之期 是从这定的啊 就初一十五 这种大朝 就像包括今天的故宫 他这个紫禁城 都延续了这样的惯例 但这个慈州 为什么要叫翠爵呢 因为 因为我们大家讲过 大开信宗啊 就警教的这个外裔啊 大开信宗的万安广恩 他这个法脉呢 是慈州大明 我之前讲过红楼梦里啊 就是慈州里边 有个大明宫 大明宫向代权 因为他这一脉呢 都源自这个慈州大明寺 这个大明寺呢 这个和尚叫大明法宝 他是这个大开信宗的 这个前几辈的 这个发源 他确实呢 也是 也是在 魏征是巨鲁人 他是这个慈州 跟巨鲁是老乡 离得很近啊 所以 所以魏征说 我来安排 我们俩熟 我给你安排 这个活就干了 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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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教这个能力啊 就是你要懂得这个天道 懂得这个天道 你就是这个 你是为了这个 为了天下众生啊 他就能改变你的这个命运 也就是说佛教里 你看了凡思讯 主要的讲这个东西 你的命运可能是 确实是定数 但是呢 要不就行善能改变他 要不就作恶能改变他 就是为了天下大义 这个时候呢 你像我父亲 他的寿命啊 也都是上天 早就启示给他了 因为他有师父 那种白衣天使啊 就跟随他一辈子啊 多少年了啊 你随时指引他 就告诉你 你应该是哪一年 哪一年 哪一年 哪一月 哪日 时刻告诉你啊 就应该走了 就去西天 回天上去了 回到就是元乡 但是呢 如果你还有任务 有使命 你发愿啊 我要有什么事啊 我要去行善啊 就是要去救人 那你 好 那你还可以 那你还可以 只有这样能改变 改变你的命 除此之外的不行 但你作恶也可以啊 是吧 你定数 咱们说 有时候算话 算你什么时候该死 是吧 那你抓紧去作恶 那等到那时候就完了 就是这个道理 为什么说末世这次呢 是最后的这个考验 能获得拯救呢 就是善者可得 生存 恶者 必受惩罚 这个时候作恶呢 惩罚的更厉害 这个时候行善呢 当然这个获得的这个 这个功德呀 也是也更大啊 有漠视的时候 尤其这个毛 咱们讲矛盾激烈 这个时候呢 确实有它跟平时不一样 比如说这个催绝呢 大家为什么要催绝啊 明白了吧 那催绝就是指的这个 指的这个这个 这个慈州大明寺啊 大开心宗的这个警教的这个法脉啊 因为它是大明法宝的往下传 有个叫济州辉 济州辉这个辉公 这个辉公呢 就是这个大开心宗的创始人 万安广人就 红楼梦里这个贾家 就是贾宝玉啊 就是贾家 这是这个大开心宗的创始人 俗姓贾 他老家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威县啊 今天叫威县 之前叫京城县 叫京县 威县这个叫 呃 现在叫叫叫叫法云寺啊 就是这个万安广人啊 在这个 在这个法云寺 从小就在那儿啊 这个受 两位师父啊 一个叫济州辉 一辉公啊 一个叫监公 但这个 这叫法云寺啊 辉就辉就一个日子旁 一个军队的军啊 春辉的那个辉 所以到西游记里啊 就是唐僧收了这个孙悟空之后 两个师父两个上路了 朝西天取经去了 用了一句什么词啊 叫艳艳协辉返赵 天涯海角归云 协辉返赵 天涯海角归云 就指的这个 法云寺这个辉公 纪州辉这个法脉 这纪州辉呢 非常的这个神奇 他是应该是正了八经的 是警教的啊 因为 因为在这个 在这个 佛教的经典上 好像都没有 纪州辉的传 专门给他写传 他哪来的 哪什么人 怎么着 好像很奇怪啊 这个人我认为呢 他应该是什么啊 他应该是 不是咱们 不是咱们常规的 这个佛教体系里的 这样的僧人 他应该有 应该是一个义人 应该是个义人 义人 我觉得是义 肯定是奇怪那个义啊 奇异的那个义 所以这个 将来有天给大家 再细讲一讲啊 因为就这个 这些涉及到一个佛教的史啊 就是这个 是需要严肃的 这个对待的 不能随便这么这么聊一聊啊 有时候说到这儿呢 继续往下讲啊 这个 然后呢 说这个崔绝呢 把这个杨寿也改了啊 也给做了手脚 给改了 看了在魏征的安排之下 改了改了 然后就送他还阳 咱们说到关键点上了 送还阳的时候 太宗就说 这个 地府啊 就十点严均 都来送他嘛 都来送送这个太宗 人家必能人间帝王啊 天子啊 太宗说这个地府缺啥东西啊 我这儿这个 我这儿这个 别的没有 就是有瓜果 然后这个阳王就说啥 哎 看 我们这个地府啊 这个这个 东瓜西瓜里的这个都有 就缺南瓜 那太宗说好 那我还阳之后啊 我就让人这个送南瓜来 大家说到一个 咱们说到细节呀 你不觉得莫名其妙吗 你皇帝啊 那个富有天下 人家人家放你还阳 是吧 这么大的恩情 你你弄啥啊 哎 说好了 我这没别的 我一帝王 我就有瓜果 你又不是种瓜的瓜农啊 老大 哎 你不能真不能这么抠吧 是吧 抠死了呢 就 但是呢 更奇妙的是 阳王也说了 我这啥瓜都有 东瓜西瓜都有 就去南瓜 你给我送南瓜来吧 你说这种对话滑稽吗 哎 好 太宗就行 我就回去 我就那 得 我回去就给安排人送南瓜 回去之后 发了一个榜文 就有这个刘全 刘全来了 因为跟他太太这个生气 他太太把金拆摘僧 两个吵架 太太就喝毒药死了 然后这个刘全也不想活了 然后就是这个领了这个差事 这个头上顶着南瓜 兜里揣着黄钱 然后喝毒药死了 去了地府 这什么意思呢 大家明白没有 也就是说呀 也就是说这个 这个南瓜呀 是给鬼的 你给地府呢 阴曹地府呢 是给鬼的 就是给鬼 像过鬼节一样 给鬼的 因为另外还有个细节 太宗这个还阳的时候 过奈何桥 他之前那冤魂野鬼啊 那个战争中死亡的 包括他哥哥啊 弟弟啊被他杀的玄武门之变 李建成李元吉 那些那些人都找他 都都都缠着 不让他走 他就借了一个 开封向良的这个 十三库金银里的 一库打发人家 然后呢 后来你看 就就 大家明白啥意思了吗 这是 给过鬼节的嘛 就超度的 就是超度的 西游记这个 整个取经源头 就是因为这个啊 就是因为他 他答应了 要回去要做办水路法会啊 要超度这些孤魂野鬼 战争中死亡的这个野鬼 然后才有 这个回到 等他回到 回到这个阳间之后 一办水路法会 观世音菩萨去了 说你这叫小乘佛教 这个经啊 你就度不得鬼 所以我西天呢 有有有真的这个 大乘教啊 大乘佛经的这个 这个真经 那他真正能度鬼 就是你现在度不了的 那然后呢 才安排的去西天 去那个真能度鬼的 那个那个经 这个问题 这个声音知道什么意思吗 咱们今天 当然也说到了 就是因为 因为这个大开元寺啊 就涉及到一个问题 大开元寺 我们还是回到大开元寺 大开元寺翻译成 另外一个词 就叫创世纪 叫创 大开元宗其实就叫 创世纪宗 明白吧 也就是说呀 这个大开元寺是怎么设立的呢 就因为唐玄宗 他其实不是太宗的时候 唐玄宗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 就是一佛教一和尚 其实是警教的人啊 就讲法 就说要超度这个战争中死亡的 这个这个冤魂野鬼啊 就是 才天下诸州设开元寺 设开元寺 来用了超度鬼的 但是涉及到开元寺 超度鬼 你像河北的形态 这个地儿 你像巨路之战 这个就在那儿了啊 就是长平之战 这种大 这个中国历史上啊 你想啊 巨路之战 项羽 就坑杀了秦朝这个降族 二十多万 附近在我 在我信南走个点 那个长平之战 就赵阔 就是秦军 白起在那 白起啊 坑杀了四十万降族 你想想 那个地儿 埋了多少死人 埋多少死人 唐玄宗 当那个王的时候 他经过那个 赵阔 那个原来的长平之战 那个战场 那还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下大雨 经常会冲出成片的 这个这个 骷髅来 然后呢 太宗 那个玄宗 那个时候 心又不忍 等他后来 当了皇帝之后 还下旨要 要收敛这些遗骨 所以后来 设开元寺 就是为超度战争中死亡的 战争中死亡的 这些人 这就是他 其实隐喻了 刑牌这个大开元寺 这个地儿 冤魂最重 冤魂最重 战争中死亡的死人 战争规模也最大 就是死人也最多 所以他主要是 还是指出那个 为什么要说崔绝呢 因为崔绝在 磁州都土地嘛 磁州就在 就在那个 那个刑牌南 向他南边 现在这个磁县 大明公园 大明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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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寺就在那个地方 他一切都是 紧紧的纠缠在一起的 但我们今天话 会再说 另一件有意思的事 就是说 过鬼节 就是给送 弄南瓜 这个风俗 不是中国的 这是美国的呀 因为我来美国之后 过这个 每到这个时候 就十月 眼下也快到了 就十月 十月底 十月一号 叫做圣贤节 就万圣节 万圣节南瓜 万圣节南瓜 这个风俗 你看写这个书啊 当然唐朝 肯定没有这个风俗了 是吧 不会出现 这样的怪事 皇帝 皇帝成了瓜农了 就劝南瓜 这个风俗呢 在写那个书的时候 那是修计成书 起码的 像正是我们看到 今天这个版本 他就在明朝中叶 距今起码五百多年了 那个时候呢 那个时候美洲啊 欧洲 欧洲有这样的节日啊 他有那个捷克啊 那个叫捷克 那个那个在 天不收地不收 那个啊 提着个南瓜灯 忽悠鬼的 那个捷 那有意思 但是那个 你像美国 他那时候呢 美国第一个 哥伦布还没有 可能还没有发现 这个新大陆吧 起码那时候 肯定这个 美国这个 这个欧洲移民 还没到美国来 五百年前 那时候燕尼安人的天下 在那个时候呢 美洲没有这样的习俗 欧洲呢 可能会有 但是他没有南瓜 他据说是用的 这个胡萝卜 用的是萝卜一类的东西 没有南瓜 真正的万圣节 用南瓜灯 他基本上是美国 这个欧洲移民 到美国之后 因为美国 美洲这个地儿 南美这个地儿 才有大南瓜 才有了南瓜灯 慢慢这个习俗 大家明白吗 就写这个书的时候 压根都没那个戏 也不存在那个 什么渡鬼啊 这种过鬼节 然后呢 用南瓜灯 没有 没这一说 这个小说 怎么把它写进去的 明白吗 我拿这个理由 告诉大家什么意思 他正式的这个 给鬼的 抄渡鬼的 头上顶着南瓜 他也明白啥意思 过鬼节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明显的 中国没有这个习俗 大家明显明白吗 中国没有这个习俗吧 这是美国的 其实现在美洲的 北美这一带的 这个万圣节 才有这样的习俗 就圣贤节 也叫诸圣节 就11月1号 叫诸圣节 前天叫万圣节之夜 这个南瓜灯 这就叫 我给大家讲嘛 这就叫标志 这一个标志 就证明什么 证明写这个书的人 他是天启的 他就是为什么 要写这样的细节 他完全还不需要 写这样的细节 但这写这样细节 是非常非常的 这个别扭的 怎么叫别扭呢 你说一个皇帝 你凭什么说 我皇帝我别没有 我就有瓜果 是吧 地狱说 我啥瓜都有 我就缺南瓜 这叫荒诞不羁的 这个情节 他其实是影射了 一个预言 你给大家讲了 多少次了 这就证明什么 证明 为什么说 中共要倒台 这些天 这些情节 这些这些东西 他到哪来的 他都是神 上帝 上天 一手做的剧本 就拿这个东西 要立信 叫预言立信 为什么老龙王 一看算卦 预言准了 预言都知道 天意 都知道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下雨 细节都知道 下几点几分 是吧 几时几刻 都知道 这叫啥意思 我老龙王就下晕了呢 这叫预言 预言的本事 穿越时空 就是上帝 就是上帝 就是这个世界的最高的自然法则 自由 拥有的自然法则 他们才有这个本事 所以你要说中共 扯这些东西 扯来扯去觉得自己多么厉害 就想违逆天道 就跟上帝斗一斗 就跟那净和龙王似的 那不被砍头 那会不会怎么着 是吧 我们这个细节 大家可以想一想 有意思吧 往下讲 往下讲 说到这儿呢 修纪到第43回的时候 到第43回的时候 咱们抽着说吧 说什么事呢 就是收服了这个红孩之后 然后呢 他们就继续往前走 收了红孩的往前走 走着走着呢 就看见一条河 这条河呢 非常的这个奇怪 跟世间的河不一样 这个书里怎么写的呢 说师徒正说话间 脚步不停 马蹄正极 见前面有一道黑水滔天 马不能进 似众亭里暗边 仔细观看 但见那 这个诗 诗有句大量能写的古典的书里 叫这个叫写景的诗 但这是非常重要的 这种诗都非常重要 大家仔细研究啊 叫层层浓浪 叠叠浑波 浓浑 层层波浪 翻无聊 叠叠浑波 卷黑油 这个水啊 跟黑油似的啊 这个 然后呢 静观不照人身影 远望难寻树木行 滚滚一地墨 涛涛千里灰 水墨浮来如鸡探 浪花飘起 似翻煤 就是煤块翻起来了 这个鸡探都是黑的 牛羊不隐 鸦雀难飞 牛羊不隐 咸深黑 那乌黑乌黑的意思就是说 鸦雀难飞 怕渺迷 为什么鸦雀从那走 连个影都照不见 乌黑乌黑的 是不是 照不见自己这个影 怕找不着路了 只知岸上 卢贫知节令 滩头花草 斗青齐 湖泊江河 天下有 西元泽洞 世间多 人生皆有相逢处 谁见西方黑水河 注意最后这两句啊 前面就是说 用了各种词 碳 墨 煤 黑油 讲他的那个黑 最后呢 说到才明白了 人生皆有相逢处 谁见西方黑水河 好 接下来讲 唐僧下马问 徒弟这水怎么如此浑黑 巴结道 是哪家泼了电缸了 我们叫北京的蓝电厂嘛 就是那个 等于说那个染布的那个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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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那个缸啊 里边染料乌黑 这个意思啊 沙层岛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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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染布的啊 是谁家洗笔宴呢 明白吧 是谁家洗笔宴呢 啥意思呢 意思就是他就是墨汁墨水嘛 行者道啊 你们且休胡乱 胡才乱道 且设法保师父过去 好 这个 咱们就就就从这就是讲啊 就意思就是有一条河 这河里啊 就是墨汁 说白讲 就是墨汁 就是就是墨汁 有这条河吗 有的朋友可能想起来了 真有 这条河在哪呢 在阿尔及利亚啊 就是这个北非啊 跟这个欧洲啊 就结合的这个地儿 就是这个 因为这个阿尔及利亚 你说阿尔及利亚 其实他其实属于地理上属于非洲 但他应该是这个 跟欧洲搭借啊 就是这样一个啊 他那个阿尔及利亚有一条河 这条河呢 就叫做墨水河 这条河的墨水直接拿来写字 当墨水 没有问题啊 叫没有问题 他那个时候 就是这两条河用的是什么 因为它是有两条 这条河有两个源头 分别含有不同的做墨水的那个原材料 然后汇总在一起之后呢 产生化学反应 就就制造出了一河的墨水 乌黑乌黑 真当墨水用 据说英军啊 当时发现这条河的时候 直接就拿了拿瓶子罐 就直接就直接就写就就 就写字了啊 就写信了 他真是这样 但咱们就 你说这个东西 在西方 中国是中国那个青岛呢 有个叫墨水河 但那水没那么黑啊 没觉得没这么黑 人家 并且人家说了很明白 就是要叫什么 叫人生皆有相逢处啊 谁见西方黑水河 你们谁见过 这西方黑水河 咱们讲就是在西方啊 就是在这个阿尔及利亚 就是条墨水河 但你说到这儿呢 还有的朋友说 那看你看 我那个写这个书的时候啊 你看五百年前写的 那个时候呢 之前肯定有西方的僧人来啊 到西方的这个 包括咱们说丝绸之路 我不知道那个阿尔及呢 有没有在丝绸之路 反映到非洲那一代 应该是没有 就是 然后到到这个 应该是知道那个地方 有这个墨水河 有个墨水河 继续往下讲 你说这个不算稀奇 起码咱知道 警叫西来啊 他就是从那个 从那个西方来的啊 他当然大家知道啊 你可能就知道 那个地方有墨水河 但是我继续往下讲 然后 好 他们要过这河 来了一个这个烧工啊 架着下船 然后上去了 结果是这河里的妖怪 这个是河里的妖怪 给卷走了 卷走了呢 这这啥眼了 这去哪找去 这乌黑的河 啥也看不见 这家伙 后来呢 碰到谁 碰到一个河神 一个老者 看见大圣 孙大圣就磕头 说黑水河河神 叩见大圣 这什么意思 这黑水河 这个地叫什么 也有黑水河 这个河神说了 说这个 我是本地的这个河神 这个地叫什么 叫横阳域 横南就 湖南这个横阳 就是这个横阳 横阳域 域就是这个 一个山谷 山子旁 这边一个谷 叫做玉 玉就是 大家知道 玉是怎么回事 就是一组山 不是一个山头 横阳域 黑水河 黑水河 是这样来的 往下讲给大家 讲细节了 你说这几百年前 知道有墨水河 是这个不稀罕 但是呢 这个地叫做 属于横阳域 为什么横阳域呢 因为阿尔及利亚 这个国徽 他就是一组群山 上边一个大太阳 挂在天上 那个叫金光 这个金光闪闪啊 一个太阳挂在 挂在群山之上 这就阿尔及利亚的国徽 这个黑水河 墨水河就属于他 你说阿尔及利亚 这个国徽 什么时候建的 这什么时候有的呢 没多少年嘛 起码没有五百年 甭五百年 两百年都没有 这是一个阿尔及利亚的国家呀 历史并不太久 并不太久 就知道这个地儿 后来国徽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横阳 叫横阳域 山头上挂了个大太阳 叫横阳域 说这还不算完 这个黑水河 这个河神呢 说这个 他说这个是谁呀 就是这个旧年间呀 五月 海啸 海啸 来了这个 这个这个妖怪 给我打仗 把我给赶跑了 我这没 我这把我这府邸给占了 横阳域 黑水河 河神 河神府 给占了 我你大圣 你得给我 做主 大家大家想一想啊 这提供了一个节点 你提供事件 就是旧年间 还有月 五月 海啸 外来的 外来的妖怪 涮着涮着海水来的 因为他这不河流吗 河流是注入海的 有海啸意思 就是说妖怪趁着这个海水来了 在这给大家讲 2003年 5月21号 晚上到5月22号 阿尔及利亚北部 就阿尔及尔首都 旁边离首都阿尔及尔 有那五六十公里 有一个省 大家现在省很小 就在这个阿尔及拉北边 这个 这个海边 海上边发生 6.8级地震 死了好几千人 伤了一万多 当时还好像把中国的一个 在那做建筑工程的 可能也砸死了不少 据说是啊 应该砸死 有时候砸死 15个砸死多少个 然后引发了海啸 这海啸呢 把这个西班牙一个 那个旁边一个叫什么 什么一个岛上啊 巴里阿里 叫巴里阿里群岛 一百多艘船 全干散了 然后呢 损坏了八十多艘船 地震 引起了海啸 5月21号 22号 咱们从头说 往下说 西方 墨水河 确定无疑 就阿尔吉利亚 阿尔吉利亚 那个墨水河 然后呢 时间点 2003年 因为阿尔吉利亚历史上 发生地震 也不少 但是有记载的大地震 引发海啸的 造成这么大损失的 就这一回 因为阿尔吉利亚 这个世界上 面积第十的国家 它有两百 它是238万1741平方公里 我记得大家 大家记住这个数啊 238和1741 因为这两组数呢 循环相加都能得到 25811 就四活物那个数 这就叫天翼 就是天数 就这 这就等于说 这个节点 5月 地震引起海啸 海啸造成最大的损失 然后在这个黑水河这 就在这个 因为这个 我们用看这个地图了 确实是这样一个地形 你想 你说墨水河在 在那大家都知道啊 不管几百年 可能上千年就有了 但是呢 地震引发海啸 海啸在什么位 这个地震在什么位置 海啸在什么位置 把翻了船 这是 这个 这个不是说谁都知道的啊 这500年前写书的时候 就知道了 就知道了 他为什么要这样写呢 并且咱们继续往下讲 什么叫关联呢 好 等这个孙悟空呢 就就刨个人问底啊 一刨 这个这个妖怪呀 甚至喊笑 从来的啊 这个妖怪 是谁呢 是这个西海龙王的外甥 为什么要说西海呢 为什么要说西海呢 是吧 西海龙王的外甥 西海龙王说 他的妹妹 嫁给了 刚才我们前面讲的 这个靖河龙王 因为给元首成打赌 犯了天条 被杀的那个 这个他妹妹嫁给了 这个靖河龙王 生了九子 刚才闹事 说的闹事的这个 在黑墨水河闹事的这个 就是他的第九子 又一个标志出来 西海 西海 他是靖河龙王的这个 因为靖河龙王闹事 这个打赌 引发了后来这场这个去京 在魏征的安排之下 现在好 走到这 又 那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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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场这个太宗浑游地府 烙下了一个这个 鬼节送南瓜灯 这样一个标志 这是今天的习俗 没有多少年的 这叫预言 这叫预言 然后又引来一个墨水河 引来了个 阿尔吉利亚墨水河 引来阿尔吉亚的国徽 引来了这2003年 5月21号这场地震 这场海啸 这些 这些情细节 都连在一起的时候 大家应该明白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什么意思 这就叫 这就叫敲眉声的 告诉你一个预言 如果这个 这个 这个在2003年 5月20号之前 我们说这些东西 都没有意义 都没有意义 但是 到2003年 5月22号那天 事发生的时候 如果要是说 有人有这个心 那就应该明白 这是一件神迹 我刚才说 其实就叫神迹 预言呢 预言千年万年之后 这些细节 叫神迹 证明什么呢 证明这个世界 我还是那句话 是有上帝存在的 是有神的 是有法则的 是有定数的 一切这个 这个叫什么 叫赤妹亡粮 像中共这样的 赤妹亡粮 这种躺避 力图 躺避党车 除了贪婪 狠奴 别的啥本事 不会 想给这个 想给这个 宇宙运转的 这个原力对抗 何其的可笑 何其的可笑 说因为这是 因为这是 这个西部记的 第43回 因为再往下呢 到第47 48 49 大家知道通天河了 我跟大家讲过通天河吗 通天河这一难 它是在这发生 然后呢 它又是第四 最后一难 81难 也在这发生 它呢 它这还是 它那也是 有缘这样一个时间点 它是其实是 对应了马航事件 马航那场飞机对落 刚才我们说的是 翻船 这个唐僧 不能坐船 翻到河里来 被妖怪弄走了 那47 48 49回 通天河 是河冻住了 冻住了 人在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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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徒们 手里拿着 跟猪八戒的建议 把兵器横在 肩膀上 踏着兵往前走 那是不是像飞机呢 像飞机一样 好 掉到 兵给蹦开了 掉到河里了 后来 也是因为 那么上面 也说了个时间点 也说了个时间点 就是什么 马航事件 他知道 2014年 当然就是 那空天河 那个景色介绍 就是马六甲海峡的意思 马六甲海峡 阳阳光尽月 浩浩引浮天 明白 因为这个事儿呢 在千金善 这个视频里讲过 就是这样子 我给大家讲过 千金善呢 近期呢 应该还会在 还会在 做一些节目 我这儿呢 有些不太方便说的 或者我这种说话 这种形式呢 不太方便说呢 就让千金善 给大家讲 他这个口识更清楚 是比我这个形象也好 我这个 并且呢 比较文明 我这个张嘴 就喜欢骂人 憋不住就骂人 这个 我说有些 有些像这样的 这个节目 或者讲了一些东西呢 因为那个 通天河那样的 也是 也是时间地点人物 情节 说的很详细 就是那 他也是 也是那个 外来的妖怪 就是趁着海啸拨翻 然后站了这个 通天河 这个这个水神 这个这个一个老园 站了老园的一个 水水府 那里边也是情节 说了 九年前海啸拨翻 大家讲讲 会不会九年前呢 2014年 马航事件 马航事件之前的九年 就是什么 就是印度洋大海啸 印度洋大海啸 就是冲击了 马六甲海啸 那一带 才叫海啸拨翻 海啸不这个 妖怪哪来的 妖怪是南海 普陀山 关世音 这个池子里的 他指的是南海 南洋 就在印度洋的南边 叫印度洋海啸 也是大地震引起的 死了几十万人 大家明白吧 就跟刚才讲的 这个九年五月 海啸 那个讲 九年前海啸拨翻 妖怪来的 对应这些事件 时间地点 何其的精确 何其的精确 这个改天 我要有时间的 可能我再 可能再给大家讲一下 关于通天河 通天河是要知道 81年就在这 最后就在这完成的 所以它非常的重要 因为千金山 有时候讲的 可能会 他 这个没有 我这边 这个牵扯的 这个线索多 有时候我就 我赶他改天吧 赶他看时间 再给大家讲一讲 咱们还今晚要说 这个静河 为什么要扯这个 静河龙王呢 静河龙王掉这个头 要被在十字街上 被砍头 犯了天条 被袁守成 跟袁天刚 他叔叔 打赌出的事 咱们说静河龙王 为什么说 跟静河龙有什么关系 咱们知道叫静魏分明 静河是魏河的 第一大支流 是第一大支流 这个静河 也有两个源头 就刚才说 这个墨水河一样 静河也有两个源头 一个南源 一个北源 他这个南源呢 这个 你河里就是一条龙嘛 他的头在哪呢 头在这个 宁夏 这个静原线 他就一次就是 静河源头的意思 叫静原线 然后呢 北源呢 北边这个源头呢 宁夏的固原线 这两源不一样啊 一个固原 是原来的源 这个静原 是源头的源 水源的源 但是呢 把他两头砍一样 静原把静子砍掉 把静砍掉啊 然后固原把固砍掉 后面剩下啥呢 两个源 这他都有他的这个 然后在石子街上啊 龙头吊的南天门 龙头吊的石子街 石子街大知道什么 京线吗 我说了两个多次了 京线尾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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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线尾相交 啊 京线相交 咱们地球上这个 这个这是人类文明的啊 时间 位置的啊 这个基础啊 没有这些东西 地球上到今天 你找不到路啊 这片S没法用 是吧 没有导航啊 你只能只能 只能老马师徒了啊 出门骑匹老马 千匹老驴 否则你根本不知道 东南西北 是吧 就我告诉你 哪呢 找个地点 你根本就是找不着的啊 这是人类 获得方向 获得指引的一个 很基本的东西 它跟时间有关 时间跟那个 京线尾线 位置有关啊 这中间就是人 我们叫京线尾线 相交呢 它形成一个 梯形 梯形就是 就是那个金字塔 那个梯形 为金塔 为什么是梯形呢 就是这个意思啊 这叫景山上的那个经 景山的 景教那个 景字啊 上面一个 这就是单台的意思啊 说到这儿呢 就好 咱们就 就停住了啊 就是 大家可能 在 在琢磨琢磨吧 看还是不是 是不是像我说的 这是一个神迹啊 你给个人对应一下 对照一下 做做功夫 进行一些研究 有功夫 咱们再 给 给 朋友们讨论